好我们接着谈下一个小程序 上一个小程序里头呢 我刚才说过了 说他跟前台的这些个内容来通讯的时候 就是后台的action和我们前台的这边来通讯的时候 由于他拿不到request response 什么service context的这些个值 所以他有时候通讯起来通讯会比较困难 那下面我们考虑这么一个场景 要有人登录了 大家知道有人要登录了的话 我们一般怎么怎么确定他登录了呢 一般是在登录之后 往session里面设定一个值 是不是这样 这个咱们以前写过了就不多说了 现在假如你有一个action是处理登录了 登录用没有密码 我登录进来了 我登录进来之后 如果你不能够访问得到session 在action里面访问不到session 那这个时候你就麻烦了 你怎么把这个相关的我的一些相关信息 设到session里 所以 在stress2里面 我们必须提供一种机制 去访问得到这些request response session session 以及 application response一般不用访问 sorry 这个说的不好 response一般不用去访问他 为什么呀 因为你的结果是通过result反馈回去的 所以你不要管response的事 所以一般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访问三个 一个是request 第二个是session 第三个是application 好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去访问这些个web元素 所以我们这个小项目叫做access访问web elements web元素 试试看吧 这事就比较麻烦了 部署的过程 同样的 我不给大家演示了 自己自己来 那个耽误时间 我们直接访问他 好这是首页 在这里我会讲取得request response application 以及http servlet request http servlet response 和 servlet context 这个大家知道一一对应的是不是 来取他们的一个引用 怎么取得到 怎么去用它 其实我告诉你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用取 对不起 这里我写错了 应该是session 改一下啊 不是response 应该是 session 不是http servlet response 而是http session 好 我们呢来试试看 首先呢 我们读这个页面的原码 看这里 查看油文件 当然你看我的gsp文件也一样 有一个form 它的名字叫f name等f action 没掉 method post input type等text name等name 好了 第一个提交过去的 参数名叫name 第二个叫password 大家注意看我们以前写的时候 一般都是input type 等submit 一点的话 它就提交了 这次呢 我是控制用四个按钮提交 看第一个按钮 input type 等button value等于submit1 这是它pad上的文字 onclick 好了 我们用到javascript 写了一段javascript代码 document.f document.f就取到了这个form 了 .action 等于login下面的login1 也就是login这个namespace的 login1这个action 把它的action 用javascript代码动态的指定 然后当你按完这按钮之后 document.f.submit 让它去提交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多种按钮 提交同一个form 小技巧 login2 login3 login4 不多说了 所以我们一点log 第一个submit1的时候 就会提交到login1 点2就会提交到login2 点3就在3 点4就到4 在这我就不多做解释了 有没有同学对这个有疑问 好 我们来看我们提交的login1的情况 login下面的login1 这是login OK 大家看我在这里写的是 login星 我就不写login1了 是吧 这样的话 login1是不是也可以 也可以能和它匹配吧 匹配到之后呢 我们对应的是login action 这个百分 大块1 那就说如果在这里写的是1的话 这个后面的action就变成了login action1 后面写2就是2 写3就是3 写4就是4 那好 我们就来看第一个login action 大家看这里 这是第一种方式可以取到request的 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 是不是对应的啊 就是取request session和response 在这呢 我其实并没有写的特别清楚 因为我讲的时候再给大家讲清楚 是取得map类型的 request session和application 真实类型的 这个还不太一样 一会儿我给大家做解释啊 这四种方式我讲完了 然后最后我告诉你哪种最常用 其他三种都忘掉就行了 所以呢 不要太担心说这里面的东西很复杂 这种东西你要忘了的话 查书 查资料 已经足够 所以这样 你的心理压力会不会减少一些啊 所以老师会告诉你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我不会像 那种胡子眉毛一把抓 这样来给大家讲课 因为那个没有意义啊 有些不讲 有些那个用不太上的东西 我就会略讲或者不讲 但是用得上呢 老师一定会给你讲的到外比较细 好 这是第一种方式 我先跟你讲 这第一种方式呢 大家看 我们定义的这三个变量都是map类型 我先不解释什么意思 我先说怎么取得它的值 取值呢 你可以 比方说在它的构造方法里面取值 或者是在execute里面取值 都可以 没关系 取值这么取 actioncontext getcontext getrequest 有同学说 老师这到底是个什么东东 提交一个看看 随便写个值 A A Submit 好 提交过来了 user loading success 在这呢 我还是把那个debug标签呢 给大家调出来 他默认的 我等一下说他默认的打开啊 我把那个debug标签 给他调出来 sdebug 这样当他显示的时候呢 他就会把value stack 第二个叫什么 叫stackcontext 其实就是actioncontext 先别着急 我一一的给大家做解释 这爽 放心 不是 debug 好 我刚才说了 同学们 我说这个第二个里面的东西呢 叫做actioncontext 当然他的名字也叫stackcontext 他叫什么 没啥关系 同学们你看看 在这里面呢 他也是个名字对 这边有一个request 看到了吧 有一个名字叫request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里取的时候 在这个后台取的时候 loginaction1里面 你看 我是这么取的 actioncontext getcontext 我想这种用法 大家伙应该比较熟了 这种一般我们是写什么模式的时候会用 什么模式 单例 想想看 是不是这样了 我们写单例的时候会用 get instance 是吧 通过一个静态的工厂方法 OK 返回一个实例 actioncontext get context 点 我们拿到这个context的对象之后 get request get request的意思就是 你给我找到request的 那个名 这个key 对应那值 而这个值是个map 这个值 就跟我们的 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值 能看到这意思了吗 所以我们在后台里面可以取到actioncontext里面的值 也就是这个stackcontext里面的值 好了 而这个context里面指stress2已经在它构建就是filter的处理过程之中 已经把一个叫request的这样一个对象给它放进去了 所以你想拿到它 所以你想拿到它 就这么拿就行了 get request 是不是很简单 拿到了之后呢 它还有一个方法 actioncontext get context 拿到我们的actioncontext的值 它的反 这个get context的返回值是一个actioncontext 就是拿到我们当前这个action执行的上下文 在这里呢 对于context 这个名字 大家呢 以前接触过 讲serverlet的时候 我们讲到过serverlet context 对应的gsp里面的值就是application 这个context呢 在应该说就西方人的写的这些程序里头特别多出现 中国人很少用这个 因为呢 他不能准确的把握这个context到底是什么意思 context的翻译翻译过来呢 它叫上下文 这个翻译的我觉得也很一般 不过让我翻译 我还真找不着很确切的翻译 所以我就只能告诉你这是个什么东西 你就这么想就行了 它就是一个执行的环境 就是说你当前这个程序执行的时候的周围的环境 同学们我这么跟你讲 你就明白了 咱们在这学习 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实际上是有一个context它的 这个context就代表了你周围的环境 比如说教室的情况 机器的情况 空调的情况 电灯的情况 它会把周围的环境 给你放到这么一个对象里 你想访问周围环境内容的时候 就通过它去取 所以这个叫做context 那大家想想看 我们原来学过的叫Servalite Context 你通过我刚才的解释 Servalite Context代表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Servalite运行的环境吗 同学们 Servalite运行环境 你看我们原来通过Servalite Context 能拿到什么呢 拿到它的各种各样的配置 那不就是Servalite运行的环境吗 这个也一样 这个叫Action Context 顾名思义 谁运行的环境啊 Action运行的周边的环境情况 大家知道Action运行的时候 它在Filter里面 实际上它是首先接收到了 Request Response 然后什么Servalite Context等等 然后后台后面才接着掉你的Action的处理过程 Action处理的过程之中 比如说那些配置怎么配的呀 它的执行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 它原来里边Request有什么值了呀 同学们 大家想想看 这个Action要执行的话 我是不是得知道这些东西啊 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办 就通过Action Context里面的直来拿 好 不知道大家伙对于Context还有没有疑问 还有吗 那个表情不大对 刘学欣 你现在大致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听得有点迷糊是吗 我现在也是Context的这个单词 你听明白了吧 哦 你喝了感冒又要听迷糊 好 那你做 感冒了是吗 不是HENE吧 赶紧检查检查去 一检查就给隔离了 去医院了吗 啊 没事是吧 嗯 呃 这是 Action Context 他听着比较迷糊 他说他吃了感冒药吧 找一别人吧 那个 林辉 你记得了什么意思了 啊 差不多 那行 坐 所以其实呢 就是Action Context里面的执行的一个过程 这个我没有和那个Xwork挂起来 你看它里面方法就行了 它里面其实就帮你记录着Action执行的时候的一些东西啊 呃 Set Application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Application了 Get Application 就是Action执行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访问那些周边的什么Request值啊 Response值啊 Application值啊 他会帮你把这些环境准备好 因为Action执行的时候要用到 然后呢 他会给你放到一个Action Context里面 就Action执行的上下玩 也就是Action执行的环境 这意思 你骑自行车 自行车周围的环境什么样 周边的环境什么样 你这时候你要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话 自行车没法骑啊 前面路什么样你不知道 所以他会帮你封装这么一个对象 来把周围的环境 那些个内容都会封装进去 大多数你看见Context的时候都是这个意思 在这我留个思考题 你觉得Action Context 点Get Context 同学们 是单例吗 是单例吗 思考题 思考啊 你思考思考看看 看看是不是 好了 这个我就先隔一边 Action Context 点Get Context Get Session 通过Get Session 就拿到他的Session了 通过Get Application 就拿到Plication了 不过这里特别有麻烦事 大家知道我们原来在页面里面访问的Request 是一个HTTP Request 在页面里面访问的Session是一个HTTP Session 在页面里面访问的Application是一个ServeLate Context 这你给我三个Map 有什么用啊 有什么用 我先不管 我们先来看看 如果我往这三个Map里面放直 我们在前面能不能收得到 我放了个Re S1 A1 注意这里就不能不要用那个Set Attribute了 只能用Put 因为它是Map类型 这就好玩了 我看它能访问到吗 其实你刚才已经看到了 它是可以访问到的 R1 S1 A1 有个人说老师前台怎么访问呢 前台访问在这里呢 我用的是一个 SProperty来访问 不过后面这部分我就给你演示了 用最原始的JSP 这种语法来访问 Request Get Attribute 好了 这时候你会发现 有点不匹配的地方了 为大家画一下 这是我们的后台 后台里面放了Request 放了Response 放了 Application 但这三个东西都是个Map 是不是啊 我往这Map里面放一堆东西 Map里面放一堆东西 Map里面放一堆东西 结果他居然反馈到我前台来之后呢 哎 我居然用Request对象 可以拿到 我居然用Request对象 用Session对象可以拿到 用Application对象可以直接拿到 那么 那么这意思就是说 Stress一定是帮我们在这个Map 和我们这个HTTP Request之间建立了某种关联 大家能理解老师说的意思吗 是不是这个样子 一定是 所以其实我想 我不用带你去读它里面的多么的深的圆满 后面读 在这你就能想到 它对于Request 对于我们自己设定的这个Map类型的Request 这里面的属性 它在处理的过程之中 二话不说会全都复制到 HTTPRequest的对象里面去 讲到这儿大家能理解的意思了吧 这是它的处理过程 好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过程 现在就明白了 再回顾一下 这个过程呢是这样的 我们提交了两个值 一个是name 一个是password 交给loading action去处理 在loading action里面呢 初始化的时候 我定了三个属性 这三个属性都是Map类型 然后通过action context 对应的那些个方法 把这三个属性值给它设好了 在处理请求的时候 我就往Map里面放东西 R1SE S1S1A1A1往里面放东西 我放完东西之后呢 我居然发现在我们的前台这边 你可以用GSP页面上的HTTPRequest 能访问到Map里面的值 所以我拿大腿想一想 也会知道 在Stress2处理的过程之中 它会把我们的Map值 add牌的复制到HTTPRequest对象里面去 大家听明白这意思了吗 告诉我一个反块 OK 好的 所以这是第一种方式 好 花一点时间 先把第一种方式消化一下 对不起 这里还有一个东西 我没有讲 就是SPropertyValue 这是第二种用标签的形式 反过Request里面的值 那么这种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你就明白了 大家看这Debug 这Debug里面下面有一个说 these items are available using the 警号key notation 他说下面的这些个item是存在的 那意思就是说是供你使用的 只要你肯用警号key来访问它 所以大家看这里 我SProperty 我想访问里面的值 我会这么写 警号request.re 大家根据他的说法 警号request 是不是就可以访问到这个request了 因为他刚才说了吗 你用警号加上key来访问 这是OGNL表达式 访问action context里面东西的时候 都要加警号 你不要搞那么复杂 你就想 上面的我是可以直接拿的 value stack可以直接拿 action context呢 直接拿拿不了 怎么办 加警号就能拿 比如说他里面放的这个警号action 你就可以直接拿出来 这就是我们执行的action loading action一 比如说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叫parameters 看告诉我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东 你看的名字还看不出来啊 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参数啊 传的参数 你看看name等于什么 password等于什么 不就是我们传的参数吗 ok 接下来看这里 application 所以大家看看我要放的话 是不是可以放 我用警号application 就可以访问到了 不是简单啊 大家看这里 警号 session 是不是就可以访问到了 在这里呢 其实还有一个经常用的 叫attribute attribute是 当你用attribute 警号attribute 去找某一个属性的时候 这一般用的并不多 因为你会精确的知道存在哪 警号attribute去访问的时候 我们来试试看就知道了 把这写一下吧 顺带着把这讲一下 因为它并不难啊 Ctrl C 我加一个混行 表 sproperty 大家看这里 还有一个叫警号attribute 我叫attribute.ae 所以说这是什么东东 不清楚啊 一会再说 警号attribute.se 警号attribute.re 加换行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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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孙 大家知道警号request的点 什么什么 就访问request里面的属性了 警号session里面什么什么 就访问了 怎么警号attribute的访问 是什么属性 刷先一下看看 我刷刷刷刷刷 大家看 它会有相应的 把对应的属性都会拿到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不简单 我告诉你 警号attribute 会帮你搜request session和response 和那个 sorry 和这个application 它会帮你iPad的搜 它搜哪个里面有A1 就把A1拿出来 哪个里面有R1 就把RE拿出来 哪个里面有 S1就把S1拿出来 大家听明白了吧 有人说 这个好使 这个我要经常用 我奉劝你一句 这东西很少用 所以我并不把它当中你来讲 这东西很少用 原因是你自己应该精确的知道 你把你想要的值放哪了 你应该用精确的地方 精确的来访问 不然的话 万一你一不小心 request里面放了一个值 也叫RE session里面放了一个也叫RE application放了一个也叫RE 自己在当前页面定义了个值 也叫RE 那这attribute去访问的时候 访问的是哪个 你清楚吗 你不清楚 所以 同学们 这个是不能够 尽量的不要去这么用的 所以现在你可以把它忘掉了 好了 大家花时间 消化刚才这个小程序 这就可以 cres将今天 在这个小程序 对 真如 医 soft 男生 起 感谢观看